來,會整的沖繩代表團回去以後 也寫了一些推文 到目前為止我們也收到五折 這種跑是有助於國際之間的 整體道是總共有450人參加 但是跑邀,如果他是跟著來人家具 他一起來選擇,我們可能就統計不到 然後這次的特色選手部分 當然中國沖繩外部選手 所以我們這邊已經跟副作報告 我們稍微看了時間 明年的3月23日是禮拜六 是不是可以決定這個時間 還是請副作這邊做個採事 因為是禮拜六,剛好也在3月底 以上 目前規劃為單行道 但是也是向靠右來行使 那以符合民眾以及駕駛的用戶 再發生相關歧視 應要發生交通事故 或造成選手有危害治癒者 那本軍將會依規定來自當 如果說醫治理卻不聽 所以我們將會依照清潔 用妨礙服務罪責來研究來接觸 交通事故就全部接觸來了 所以如果說要再來 然後就變成是我要另外再帶過來這樣子 如果有需要 另外一個廁所的部分 我覺得要討論一下 目前地區還沒有有空廁所 但是南竿大型的時候 曾經有引進流動廁所 那這種活動的時候 廁所的標誌點 是不是很清楚 這是一個公共廁所要很清楚 第二個 是不是完全可以不要 還是說必須要緊坐 在重要的路口 在一個適當的場合去設置幾座 比如兩座或三座的一個流動廁所 或許有它的必要性 那這些剛剛所有的提案 我們都列入下一次大名超馬的時候 我們把它列入記錄 我們作為一個改善的措施 那個跑者的傷害 那道院前的處置的演務這樣子 那我發覺第一個 在警察局的部分 從局長到隊長 甚至於相關的部分 通通來到別人 局長自己走路走了兩遍 第三遍坐車去行歉它的感受 這個也代表說 我想附ani非常重視 在整座上場的部分 我們各ice處 是要重視層層層層 Fiör 第二個 canal生產 西方 那第二個就是說 當時我有拜託附健康 就是說距囊辦ери活動 你交通旅遊局的同僚一定要上 可是我從前一天到第二天的觀察 我看到他抢能力 我们可以把一部分的我们的同仁 放在我们终点为我们的跑者加油 这个部分会不会让我们的跑者更感动 跟你放在这个这个可能会另外另一面的感动 其实也在考验我们团队的横下联系 跟同仁应变的能力跟专业的能力 从横下联系里面 从活动的过程当中 去展现你们不同的能力的表现 在这次活动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局势 表现得非常积极 表现得非常静止 事后也提了很多的建议 不可会演的有些局势 表现得不尽理想 这里面的归属点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以去想一想这里面的问题 我希望同仁能继续地发挥 继续地改善 把它提升 就要主导一切 消旅局是应该是指挥一切 相公主要做配合 那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业务就可以处理了起来 不要变成一个多头马车的一个大门 所以说在未来下一场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交主局要提早准备 要顾起全部的责任 要负责督导指挥跟做横向的事 自同协表 安静 如果各位没有其他建议